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但是日积月累 我们会读完一本本精彩的好书 相信对你会是大有帮助的 尤其是身为父母者 我想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好书 不容错过 继续来看这一本 由台服传播中心所出版 由亨利克劳德博士 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 所共同著作 《无苏心美师母》 所翻译的《为孩子立界线》 今天来到第三章 孩子需要有界线的父母 三个影响孩子培养界线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还是要殷勤地教导的 一起来看这一本《为孩子立界线》 有三个方法可以影响孩子培养界线 第一个方法就是教导 你既然能够教导孩子绑携带 骑脚踏车清理房间的技巧 可以送他们上学校去 学习无数的事情和技术 同样也可以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有能力去听规范 以及有能力适时地说出 不的界线 界线的观念和原则 既明确又清楚 不是模糊神秘的想法 乃是建立在现实 上帝的法则 以及日常生活上 因此你可以直接教导界线 孩子也可以学会界线 你可以帮助孩子用话语说出感受 并把你的教导应用到新的情境上 等他们逐渐长大 再一步步将这些教导 加以澄清和修正 例如不要害怕跟孩子用到界线 这个字眼 这是个很有用的字 当女儿旁若无人地尖叫 表示生你的气 怎么样也不肯停 你就等他安静下来 然后说 吉儿 我们家有条界线 就是不准尖叫 你可以生气 可以来告诉我你在生什么气 但是尖叫让人讨厌 如果你不能遵守不尖叫这个界线 后果就是 那天放学以后不准去玩 除了实际的应用之外 你可以再进一步教导孩子界线的原则 年幼的孩子可以学习下面这句话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意思是 他们必须接受向清理房间 得到好成绩 合宜的餐桌礼仪 以及控制脾气等事情 不可以把没有做好的事怪到别人身上 像这样的界线观念 很快就可以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孩子也会看到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有个四岁小男孩跟他妹妹说 不要拿那个玩具 那是我的界线 而在圣经生命纪第六章六到七节 是在告诉我们 要殷勤教导孩子正确的真理的界线 下面这里列了一些概括性的指导原则 可以帮助你了解如何将不同的界线 应用在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身上 出生到十二个月 在婴孩第一年的生命阶段 是与父母亲相联系 建立基本信任的阶段 因此这个年龄的界线应当是很少的 婴儿没有足够的爱心或内在的架构 来忍受许多挫折 在这个学习阶段 母亲需要保护、养育 并满足婴儿舒服和被爱的需要 一到三岁时 这个年龄层的孩子能够学习 对不这个字做回应 也能够了解他们不听话会有什么后果 这可以应用到危险的景况 乱发脾气、暴力行为等等 他们可能无法了解你所持的理由 但可以逐渐了解 听从你的不可以会带来好结果 忽视你的不可以会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再来我们看到三到五岁 这个阶段孩子可以更了解 为什么要负责任 及不负责任会有什么后果 也可以和他们一起谈论 学习如何善待朋友 回应权威 有礼貌地表达不同的意见 做家事等等 都是这个阶段可以定的界限 至于像暂停 没收玩具 不准看电视 或不可以参与有趣的活动等等 在这个阶段都是很有效的后果 再来看到六到十一岁 这个阶段牵涉到更多要努力的事情 除了家庭之外逐渐投入更多时间到外面的世界 例如学校 活动 教会 朋友等等 借信的问题将围绕着 待在家里和去找同学玩 量着时间上的平衡 还有家庭作业 学校的课业 目标的决定 时间和金钱的预算等等 可以采用的后果包括 约束他与朋友的关系 自由活动的时间 以及在家里所享有的权利 来到十二到十八岁 青少年时期是进入成年的最后阶段 牵涉到的事物包括 对自我的认同 有别于父母对他的认同 职业的倾向 性的成熟 对爱情的选择 以及价值观等等 这也是你应当开始 不以父母自居的阶段 从控制转为感化孩子 孩子到了青少年阶段 你要在人际关系 价值观 时间安排 长城目标等 这些问题上帮助他们 尽可能让他们知道 这些事自然而然的后果是什么 例如会没有零用钱 或是失去学校奖学金的支持 在这个阶段要记住一件事 行为像三岁小孩的青少年 得不到成熟的青少年 所能拥有的自由 要能得到自由 在于他能否把该父的责任 处理得很好 自由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而自动传下来的礼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